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谈谈另外一种形式的统计学 上一期我们谈过了数列形式 这一次我们讲的是频数分配 什么是频数呢?频数的英文叫frequency 其实就跟那个radio那个频道是类似的 就跟那个物理的波那个frequency是类似的 就是说它重复出现的次数 比方讲我的这个表格是这样子的 这边是十分,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 然后我这一边是有三 然后这边有三 然后这边有二 然后这边有一 然后我这一边的话也类似的数据吧 然后这边我放的是三,四,二,一 所以大概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怎样读这个表格呢? 其实就是说有三位同学他得到十分 有三位同学他得到二十分 有两位同学得到三十分 有一位同学得到四十分 当然也可以这样子来读 十分在这场比赛出现了三次 二十分出现了四次 三十分出现了两次 四十分出现了一次 所以这就是一个评数的概念 有时候表格不会写到这样直白 写个评数 可能用人数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边我们读得懂过后 当然我们也是可以去讨论他的集中趋势 所以这一边我们先来找一下那个中位数 中位数是medium 就是说他中间那一个数是什么 所以在中间位置的数是什么 我们这边总共出现了九次 总评数为九 就是说我这边其实是有九组的数据 因为当我们把这个表格再跟他推敲回数列形式的话 是这样子的东西 十有三个 二十也是有三个 三十有两个 然后四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所以如果我们写回是那个数列形式的话 就是这样子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的是很大的数据 比如说有一百个数据 这样子的话 我们不可能再把那个表格从超成一百个这样子的数列形式 因为我们都说其实统一考试就是会有时间限制嘛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一边是有九个数据 我中间位置的话 我们可以大概这样子来看待 所以我中间位置左边四 右边四 所以我中间就是我左手的拇指 OK 其实就是第五个啦 OK 一二三四 然后第五个 然后六七八九 所以左四右四中间就是第五个 所以第五个它是什么号码呢 我们来读一下 第一个是十 第二个是十 第三个是十 第四第五第六是二十 所以第五个 二十 OK我们这样子顺着它读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第五个的话就在二十这一边 因为四五六都包含在这边 因此我的第五是中位数 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边 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吗 我们下面的平数这边是个双数十 在数列形式 我有提醒过你们说 必须要注意双数的总平数 所以这边十的话 我十除以二 第五啊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遇到这个负数 双数的平数 到底应该要注意什么东西 我们跟它简单化来看一下 所以这一边是有十个 我的中间一二三四五 其实不是第五 我这边是中位数 所以我是二十加二十除以二 然后至于说我们读这一个的话 我们不能直接取第五个 如果你取这个第五个的话 我现在用红色笔 指着这一边的话 我左边是四个 我右边是五个 就像我的这个手 我不能说我这边取四个 然后这边取一个 我这边是那个中位数 这个不平均 我中子怎么样的定义 我中子的定义就是 我的母子跟十子 然后我无名子跟微子 左二右二中子 就是中间那个 所以不能说拿这个第五个 如果拿第五个的话 我就左边四个 右边是五个 哪来的平均分配呀 都不在中间 所以要清楚这个概念 所以如果遇到总平数 为那个双数的话 我们也是要小心 不要直接说 总平数除以二 就可以得到了 如果总平数除以二 真的是中间的话 那么我左手边这个表格 不是应该是在四点五吗 所以我们中间概念不可以一直拿着那个所谓的除以二来这样子看待 所以这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左手还是右手 然后为什么我们定义它为中子 因为左边两只手指 记得这一个方法 OK我们谈完了那个中位数 我们现在可以谈下一个集中趋势 下一个集中趋势的话 我们谈中数 中数的英文叫mood 其实中数就是说出现最多次的那个数据 所以这边可以观察到我十分有三次 我二十分有三个人得到 所以这一边就是十和二十 中数的话是可以多过一个的答案 然后我右边这个表格呢 它的中数应该很明确 就是四次出现的二十分 所以我们找了中位数跟中数过后 第三个要找的自然就是平均数 我们来看一下平均数怎么样找 如果是表示形式是用表格 是用那个平数分配 所以我们都知道 其实它原始的提醒就来是这样子的形式 所以其实平数讲的是 那个数据出现了多少次 因此我们这边可以用乘法的概念 我的十分出现了三次 然后加上我二十分出现了三次 加上三十分出现了两次 加上四十分出现了一次 然后要除以我们所有的数据是有多少个 是有九个 就是总平数啊 三加三加三加二加一 总平数要放在分母那儿 所以这边我们来算一下 三十加上六十就是九十 九十加上六十一百五十 然后这边是一百九十除以九 一九零除以九的话 二九十八 所以大概是二十一点一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右手边这个提醒 它的平均数是多少 平均数的英文是明 所以这一边我是有十分出现了三次 加上二十分出现了四次 加上三十分出现了两次 加上四十分出现了一次 然后我总共有多少个数据 三加四加二加一 我有十个数据 就是总平数 三十加上八十 就是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加上六十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加上四十 二百一十 二百一十除以十 这边是二十一